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道题目 有一顶点过圆点的抛物线 如下图所示 抛物线上有ABC珠四个点 如果AB等于4 且AB线段至抛物线顶点的距离OM等于2 则此抛物线的函数应该是Y等于什么呢 我们先看到题目 它告诉我们AB线段长等于4 也就代表说AB线段长这一段是4 那么AM会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知道 顶点在圆点的位置 也就代表说对称轴就是Y轴 所以A到对称轴 以及B到对称轴的距离会一样 因为它们在相同的水平高度上 它们到对称轴的距离就会一样长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AB线段为4 也就代表AM等于2 我们将它写上来2 BM也是2 那么接下来题目还有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 OM线段长等于2 所以说这个高度也会等于2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A点跟B点的坐标都可以标示出来 B点坐标就是2-2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拥有这个抛物线上三个点的坐标 第一个是圆点00 以及A点-2-2 B点-2-2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找这个抛物线的函数 我们先将一个二次函数它写成 它通式Y等于A乘上X-H的平方 再加K 其中HK代表的就是顶点的位置 那么顶点它在00 也就代表说原本的HK顶点位置 今天就会等于00 那么H就会是0 K也会是0 所以说我们将00代入的话 我们可以将方程式写得更精简 Y等于A乘上X平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 剩下的线索经过2-2以及-2-2 将它代入找到A值 我们代入B这个点 2-2代入 所以说我们可以将它写成 -2等于A乘上2的平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-2会等于4A 所以说A就会等于负的2分之1 接着将A值还原回去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一个二次函数 Y等于负的2分之1X平方 所以说第一格我们就可以填入 Y等于负的2分之1X平方 接着第二个问题 如果C珠至抛物线顶点的距离ON等于3 则C珠的线段长度为多少 那么我们先将这个3标上去ON等于3 那么接着题目问的C珠线段长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C点坐标 以及珠点坐标 那么找到C点坐标和珠点坐标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线段长是多少 那么我们来试试看 今天O到N的距离是3 那么也就代表说珠点和C点 它的Y坐标会是-3 所以说我们将它Y坐标先写上来 它是-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Y坐标 带入这一个方程式 带进来之后 找到它所对应的X值 它应该会有两个 那么这两个个别为珠和C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C珠线段长 我们来代代看 -3带入到这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写成 -3等于负的二分之一X平方 接下来我们将X二次前面的负二分之一 做一项 负二分之一乘上X平方一项 所以说我们可以写成 -3除以负的二分之一 会等于X平方 那在这边除以负二分之一 代表就是乘以负二 所以把它写下来 -3乘以负二 会等于X平方 所以6会等于X平方 我们可以知道X就会等于正负6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个珠它是一个正的 所以它代表就是正的根号6 那么C点的X就是负的根号6 我们将它填上来 根号6以及负根号6 那么在图形上的意思就是这个N珠会等于根号6 这个CN也是根号6 所以说C珠的长度就是2根号6 接着我们来整理一下这样的一个应用问题 我们通常会使用的方法有哪些 首先我们一定会使用的是它的通式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通式或者是它的一般式 那么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选择用通式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题目的顶点位置 那么知道顶点位置的话 我们就解决掉H跟K的问题 所以说位置数就只剩下一个A 那么在利用其他的线索 其他的点强的带入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二次函数 它真实的模样 那么找到这个模样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解决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解决其他的问题